美国要制裁中国电池 韩国却是第一个不同意的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 韩国LG电池等巨头 联名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 要求美国不要制裁中国电池链部件 韩企为中企求情 你说是不是很魔幻 更魔幻的是 这已经不是韩国第一次这么干了 2022年时 美国开始大规模补贴本土的电动车产业 其中一辆电动车可以补贴7500美元 不过要想顺利拿到补贴 就得符合他们的要求 啥要求呢 就是电池必须有四成以上的环节 在美国或者美国盟友内力生产 才能得到补贴 说白了就是出钱买盟友 顺便遏制一下中国电池企业 而中国呢 压根不着急啊 2022年 我们已经是全球的电池霸主了 不仅全球占比最高 而且掌握了全产业链 反观美国电池产业 不能收入 简直就是一点都没有啊 你技术领先 我们还能忌惮一下 你现在啥都没有 还怕你制裁 于是中美两国就开始掐架起来了 可谁也没想到啊 中美掐架 中国不着急 韩国企业反倒先受不了了 连忙向美国求饶 说我们的电池和汽车 非常依赖中国 如果不让中国参与补贴 那么韩国企业 就不能享受到美国的补贴了 美国政府一听也愣住了 你韩国电池 不是和中国拼起平坐吗 怎么就连四成以上的 独立自主都做不到呢 于是调查了一下 发现还真是这样 别看韩国动力电池挺牛的 但是在电池正负机等 四大部件上 韩国都依赖进口 其中啊 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如果排除了中国零部件 那么韩国电池的成本 和性能的优势就不在了 说白了 韩国电池企业被中国 卡住了喉咙 这是美国没想到的 当然美国也不惯着韩国企业 他们之所以推出这个政策 就是想把中国派出在外 跟日韩的盟友国 共同发展电池成业链 结果你告诉我你做不到 还想要挣我的钱 这不是给美国添堵吗 于是他们不但坚守了 四成的要求不变 还在2024年再次提高了要求 只要包含一点点的 中国电池零部件和原材料 都无法享受到补贴 说白了 还是在针对中国电池产业链 但是影响却扩大了很多倍 要知道 中国电池产业比两年前更强 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垄断了市场 韩国电池企业对中国的依赖 不降反身 尤其是石墨等材料 几乎百分百由中国进口 如果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 韩国机车将全部被排除在补贴之外 更让韩国企业无语的是 不仅是韩国 其实美国自己也无法绕开中国电池产业 甚至依赖程度比韩国更大 就拿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来说 他们就一直在背地里 偷偷购买中国电池 要知道 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 他们的设备都是优先选用本土供应链 除非没有才会外购 但是五角大楼却长期购买中国电池 甚至在美国国会要求五角大楼 立即停止进口后 他们也表示 做不到 经过双方的极限拉扯 美国国会这才放松了期限 给了五角大楼三年的缓冲期 这也侧面说明了 中国电池就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 在韩国企业看来 你自家的屁股都擦不干净 却要求我们要洗澡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更奇葩的是 美国政策其实也是严重偏袒美国企业的 比如福特汽车 就计划与宁德时代在美国建立电池工厂 合着你不让我们用中国零部件 自己却跟中国偷偷合作 到头来损失的就是我自己了呗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是吧 因此 韩国企业才会申请政策豁免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美国和韩国都离不开中国电池产业链 那么他们企业和遏制中国电池的意义 又在哪里呢